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脱头糖糖 今天呢我在女装店手店 因为我们女装手店的阿姨开始放假了 然后不是这个店还是亏本的状态吗 所以就是把黄纸贴满了 就是想说能卖多少卖多少 哪怕亏本卖 换一些现金流出来也行 发现啊真的是越忙的时候 就是出现乱七八糟的事情就越多 我们新房子那边装修一大堆事情 还有就是这个实体店嘛 男装女装 再加上我奶奶现在又是要住院检查身体 各种事情 今天我就是想跟大家聊一聊 有没有同样是做生意的朋友 有没有发现最近这半个多月以来 生意特别的差 那我们男装店啊 生意应该算是比较好的了 就最近这段时间都很差 每天就卖个几百块钱 有时候就卖个一千多一点 然后我也有想过 会不会是就是这段时间天气变化不稳定 大家就是对于衣服没有购买的那个需求 可是我去问一些我做餐饮做火锅店的朋友 问他们生意怎么样 也是说这段时间生意不好 包括昨天我发快递嘛 然后和我们合作的那个快递点过来拿快递 我就问他 我说你们最近这生意好不好 哎 臭美哭点了 I don't touch 跟我说不行啊不行啊 他说我们取年子的多好呢 今天子的真的不需要的咋会死 就说分意很便宜 这样问了一圈下来 发现不光是我们做服装实体的 一段时间啊 就是那个销售额是这样的一个趋势 很多实体的都是 然后我在想原因 会不会第一个就是本来疫情之后就是有影响嘛 第二个就是刚刚过万年 过年的时候大家把积蓄都给挖了很大一部分 然后大家都觉得现在钱要省着点花 就不愿意再出来消费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啊 当然我们做服装的很大一部分原因 肯定也是因为天气的原因 这段时间程度的天气就忽冷忽热的 一下子穿短袖 一下子穿羽绒服 然后我不是才全款买了房子嘛 说实话就压力还真是挺大的 再加上最近生意又不好 就心弄得特别慌 也很心累 之后也会想啊 为什么要创业呀 啊 为什么要走上这条路呀 一年多以前 大三升大四 我们是需要实习的 那个时候还有许多公司来跟我沟通 实习单位的事情 选了两个比较中意的 一个是艺术学校的行政老师 然后工资没有多高 6000的底薪 然后加提成可能一个月就是8000多的样子 还有一个是一个临时品牌的公司 让我去他们新媒体部门 然后底薪是8000 加上提成的话可能也就1万多吧 年薪20万应该是没有问题 是因为我毕业论文的事情 我做上了自媒体 然后就一直做到了今天 就真的是无心插流柳成荫 你也不得不在 有些时候感叹一下 就是这真是命运也是缘分 是就当生意不好的时候 有时候也会想 哎我要不要去找一个班上啊 创业这条路真的是挺难走的 那天我看了一句话就是说 当你有选择的时候 不要创业 当你无路可走的时候 那就创业 所以这也在考虑要不要去找个班上了 但在之前有一个某知名奶茶品牌的高管跟我聊天 我就跟他说 我说创业太累了 我真的是想去上班了 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 创业你上不了班的 你相信我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会受不了的 你做习惯了就自己做这种事情 在公司里面就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跟你现在做的 然后累都会同样的累 但是没有现在自由 也没有现在就是说有发展潜力 所以真的是很纠结 如果说生意不好 是一段时间的事情 那我觉得我还可以挺过去 如果说他会持续很久的话 我应该会去考虑要去上班了 我跟你们说啊 欠债的人 他真的是有赚钱动力的 哎 不知道大家对于上班和创业这个事情怎么看呢 能不能给汤汤提提意见 真是挺迷茫的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